你先左转,左转对不对,是左转 大家看,他们的面是朝这边的 他们是朝这边的对不对 他们是朝这边的 所以他们想要去到这个医院的话 就得往左转 然后一直走一直走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走到这里来 就可以看到什么 一个医院和一个餐馆 一个饭店 那么这个时候路人 这个路人就说 你的左手边就是医院 右手边就是饭店 医院就在饭店的对面 大家知道什么是对面吗 这个就是对面对不对 面对着面 面是什么意思 面就是脸的意思 你和我面对面的讲话就是这样 这样叫对面餐 那么餐馆和医院是对面 那么医院还和什么是对面呢 医院还和哪一个地方是面对面的关系呢 是不是跟这个书店也是面对面的关系 那么饭店呢 饭店跟这个公园是面对面的关系 对不对 那么公园又跟谁是面对面的呢 她还跟怎么样 跟书店是一个面对面的关系 对不对 那么小美她最后找到了自己的地方 找到了自己要去的地方 就是这个医院 是吧 那么小美星期一的时候 她是牙疼 然后想要去医院治病 对不对 然后呢 在星期二 在周二的时候 她想要怎么样 她想要去饭馆吃饭 因为她的朋友 她的朋友来到她家拜访她 然后呢 小美就决定要去接她们吃饭 去外面吃一顿好的 吃一顿大餐 对不对 那么假如说小美这个时候在这儿 她这个时候在这儿 面朝这边 面朝着这边 她走路是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 那么她应该怎么样走 才能走到这个餐厅呢 她应该怎样走 才能走到餐厅呢 很简单对不对 她只要一直往前走 只要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就可以看到公园和饭馆 对不对 饭馆在她的左手边 还是右手边呢 在她的什么左手边 对不对 在她的左手边 那么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假如小美是在这儿 她在这儿的话 她应该怎样走 才能走到这个汉堡店呢 才能走到这个饭店里去呢 她当时假如说 假设她当时面朝这边 那她是不是应该直走 直走 直走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顺着你的方向走 对不对 顺着你的方向走 这就叫直走 然后呢 走到这儿 她应该往哪拐个弯 她应该往右拐 对不对 往右拐 这边是右 往右拐 往右拐 走到了这儿 她应该怎么走呢 走到了这儿 她应该再往右走 去转一个方向 换一个方向 走到这个右 往右边走 然后呢 就到达了餐馆 对不对 然后呢 到了星期三 到了星期三 小美决定为自己的考试 她马上要考试了 她想着去书店买一些书 来备考 来准备自己的考试 备考 那么假如说 那么假如说她的 她是从这里出发的话 她从这里出发 她该怎么走 才能走到书店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走 对不对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走 就可以看到书店在这儿了 这个就是书店在这儿 直走就可以 但是呢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但是她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照样可以走到书店 但是不直走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我们可以先直走到这儿 对不对 直走 然后呢 再往小美的右手边转 小美的右手边转 就是这样转 对不对 往这样转 然后呢 再往小美的左手边转 就可以到达这个书店的大门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时间马上就到了周末 周末也就是星期六和星期天 或者是叫做星期日 星期六加星期日等于周末 他们两个在一起 他们两个在一起就叫做周末 周末的时候啊 小美决定去公园逛一逛 她吃完饭之后 她吃完饭之后从这里出来对不对 她在这儿 她该怎么样走才能走到公园呢 从公园的大门进去 假如说这个是公园的门 一定要从这里才可以进去 或者说非要从这儿才能进去 我们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直走 对不对 一直往前走 然后小美应该往哪边转弯 她应该往自己的左手边转弯 往她的左手边转弯 对不对 左手边 然后呢 就到达了这个正门 到达了大门 那么我们再来认一认 这个上面还有什么关系呢 这四个地方还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考考大家 饭馆的鞋对面是谁呀 饭馆的鞋对面是书店 对不对 饭馆的鞋对面是书店 那么书店的鞋对面又是谁呢 书店的鞋对面是 书店的鞋对面就是餐厅 对不对 是餐馆 那么同样的 医院的对面是谁呢 医院的对面是公园 那么公园的对面是诊所 是医院 对不对 那么今天的有关于方位和温路的课 我们就讲到了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